中游嘉义太保站,一名副镇长,被投诉中风之后已经没有办法工作,还是由太太和看护陪同继续去上班,月领7万元的薪水。 立委就抨击,中游、台电根本就没有妥善管理人力,从2012年到2015年间,年薪破百万的人数还是不断的增加,就算是社币还是薪水照领,养了一堆肥猫。 中游直营,位在嘉义太保加油站的林姓副站长,最近两年因为中风行动言语不变,由太太和外籍看护陪同上班,尽管他生活无法自理,也无法工作,但他不接受公司的优退,坚持天天到加油站上班,业领7万元的薪水,被外界批评是坐领甘心,对此中游回应,已经在协调调任他到合适的职缺。 立委抨击,中游根本是没有做好人力资源管理,而台电也有相同的问题,根据立委出示的资料显示,从2012年到2015年, 台电年薪百万的人数,从一万八千两百四十六人,增加到一万八千八百五十一人,三年就增加了六百多人,中游则是从九千三百七十七人,增加到九千四百一十七人,两大企业都号称亏损,年薪破百万的人数,却年年成长,立委揭露,甚至还有设币的人员,薪水照理。 原先我们也是这样建议,可是那个,因为那个整个是一个,对,有合逸制,合逸制,合逸制的话就,就没有,因为那个讲成会没有通过。 被外界质疑是养肥猫,台电和中游解释,这是按照年资晋升导致,但大约再过五年,两大公司都会面临退休潮,届时,人事成本渴望大幅降低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